你可以再点一下crader 所以基本上 选完之后最好都回到中间这一个 它就会又切回到训责1了 那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特别最好,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它这个范围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你向下填满了,你的列号不能够增加 所以记得把它这样,选起来按F4 当然比较标准是只有锁那个 锁列就好了,不用锁栏 按两下F4啦 不过其实按一下,按两下都可以 OK好,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时数是没有 因为这个人是不存,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研习 那其他人对不对,往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把需要的时数全部加总起来 但是呢 这个是有加总入门班的 那进阶班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就是游标放在 其实它好像两个一样嘛 这差别在哪里 去着3 去着2改成去着3 然后呢,范围 少了两个人 有没有,所以16改成14嘛 所以它比较聪明的做法,你不要重做啦 直接砍做C 在后面这边呢 这样多一个加号 加什么呢 贴上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 第2个工作表改成第3个工作表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少两个人 好 这边的话呢 一样 第3个工作表 一样少两个人 14 E4 14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再打勾 下下填满 全部都加起来 但是如果你很多工作表 你可能就是 看 miriam 下一个 再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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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 串串串丢串串串串串串 难度当然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各位先试着完成到这边 第一个就是时数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题目里面 他还有提到就是几个 这个保护部分 什么叫保护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这个 这个以色列党 是会公布出来 然后呢 你不希望有人随意篡改 因为也许是你是放在网络上的 网方里面的某个共用区 那也许你的权限是设为 可以读写的 那可是你希望呢 其他地方都可以去点选 或者是去修改 唯一不能修改是这个范围 也就是这个范围 我希望呢 他如果要随意的更改的时候 会跳出无法更改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无法如何把这个地方做保护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公式 如果你不希望点击的时候 出现在这里 是不要出现的 就是保护加隐藏公式 怎么做 其实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记得哦 选举这个范围 不过一般是这样 先把全部的先全选 全选工作表里面的储存格 按右键储存格 先确定一件事情 这边有一个保护 记得哦 点击它 先把所有的工作表的锁定 通通都取消掉 也就是说呢 取消掉之后呢 我只要保护什么 按确定 先全部取消 再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按右键 一样再到储存格式里面呢 做保护 这个时候呢 只有这个范围 做锁定跟保护 有没有 先取消掉 全部再把这个锁定 按确定之后 那现在呢 它还没有发生效用 里面还有 请你再到教育里面的 保护工作表 记得哦 这个应该有用过吧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些东西 你不希望大家看到的话 公事啦 或者你做了很辛苦 你不要让大家看到的话 记得哦 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然后你就直接点击它 再加上密码 我是比较建议你加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其实人家打开 再把它取消掉就好了 比如说你这边没加密码 按去 在这个时候 就保护了 公事出不来 如果你要修改 像这个 有人就是要篡改 比如说他篡改五个小时 按五 有没有发现 您要变更的 储存格图表已经被保 无法变更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如果熟悉的人 他会怎么样 切到教育 取消工作表 取消工作表